六港第一名的俗法代書吳趙勳 是跟藥家張家烈 像傳統的俗法技術 結合現代科技的技術 共同推出這黃金鍍膜俗法的文創藝術品 將黃金利用俗法的方式來典現 讓俗法作品是變得真沒一樣 非常有藝術感 六港是一個文化的古典 沒有出很多第一名的工藝術 其中六港藝術村的船長吳趙勳 在六港是大家說你們的俗法代書 最近也是作出創新 將俗法跟現在的科技做結合 創作出這黃金鍍膜俗法的文創藝術品 傳統的這個俗法的元素 我們把選定了一個佛金的技術 很全程的書寫之後 請張家烈先生利用現在的科技技術 將我們24K金的黃金鍍膜在這個不鏽鋼板上面 是既有這個文化內涵的這個東西 我們有傳統的元素 然後有加上有這個創新創意 能夠結合現在時代的科技技術 把這個真空鍍膜的 利用真空鍍膜的原理把它鍍膜上去 然後又既有那個可以跟藝術做結合 讓我們這個作品呢 更可以符合我們現在人的 日常生活中的百事宗師 藝術張家烈表示 做這個黃金鍍膜的書法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屬實上確實很困難 不然需要經過過六道後 拆到頂上 而且失敗的機率也非常高 做出來的商品 更需要愛護在書法來感覺非常不簡單 因為目前它這個看起來是很簡單的一個字體 但是它工序的話很繁雜 要經過很多道的手續 包括你的鋼材的剪接還有拋光 拋光完之後你還要做網印 網印完之後還要做十顆 十顆完之後再來做我們黃金鍍膜 所以它的工序是很多道 失敗率也很高 不是說每一個製程它都是OK的 當中會很多的那種NG品 所以十塊當中會有大概一半左右的東西 可以撿起來用而已 傳統結合現代 吳趙勳利用卡司 是把這個書法作品以黃金鍍膜的方式來典現 也讓大家看到這個不同的書法創作 新中華新聞創中青 六港 蔡宏眉波德 還有超討論的